流竄在桃園一带的东非沸沸 昨天下午被发现 来到富冈国中附近的民宅 而农业局人员前往围捕 发射麻醉枪 击中沸沸 终于捕捉到他 不过却发现到 沸沸的身上已经有枪伤 血流不止 紧急送往六福村动物医院 然而途中就失去了生命迹象 民宅里面 旅官民众七嘴八舌 看着沸沸被塞进笼子里 被动保人员带走 27号上午 东非沸沸被募集 出现在台铁富冈机场内 农业局护报 加派人手到周边围捕 27号下午又在民宅附近 发现沸沸行踪 将他引进民宅之后 发射麻醉枪 击中沸沸成功捕捉 当下发现沸沸身上有杀 立刻决定紧急送往六福村 动物医院 但沸沸血流不止 在途中就失去生命迹象 农业局人员表示 当时到现场时沸沸已经受伤 警察是遭猎枪打中 但围捕人员警配置麻醉枪 也没有委托外部人员加入 将报警釐清相关状况 回复过去 东非沸沸行踪 大致都在南桃园一带 三月十号在平正被募集之后 又继续跑到杨梅农坛一带 二十二号之后 来到六十六号快速道路附近 三月二十五日 在杨梅被监视机拍到 跑到民宅吃地瓜 二十七号上午 在台铁富岗基地出现之后 下午在附近的民宅被捕 原定捕获沸沸后 要直送台北市立动物园进行检疫 没料到沸沸不明原因受伤 不致身亡 农业局表示 兽医在检测沸沸身上之后 发现有金属 正在厘清是否为子弹 而伤口看起来像是枪伤 将会同警方进一步厘清 记者综合报道